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431金融学综合公司理财基础课程的学习 那么相信大家都是抱着最饱满的热情加入我们公司理财以及431金融学的复习当中 那么我们的金融专术历年来一直都是各个院校报考人数最多,分数也非常高,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专业 那么在与这么多同学一起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复习一定不能是盲目的 因此今天我们就首先以一个导学课程来向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考勤分析 以及我们课程安排的一个介绍来教会大家应该如何而认识我们公司理财的这个考试情况 以及如何利用我们这个基础课程的学习来进行我们整个公司理财的一个复习 提高大家的一个复习效率和学习能力 我们首先来看考勤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431金融学综合教育部出的参考大纲当中 公司财务部分包含了哪些内容 我们看到教育部的参考大纲将这个公司财务总共分了10个部分 那么我们还可以将这10个部分进行一个细分来归归类 看看他们讲的都是公司财务的哪方面内容 首先第一大部分 从一公司财务概述 二财务报表分析 三长期财务规划 一直到四折现与价值 这四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第一大类 就是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 我们看到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就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差不多一半的一个内容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公司财务 学习财务管理的一个目标 接下来我们就要掌握两大我们这个公司财务分析的一个工具 第一大就是我们这个财务报表分析 我们要利用三大会计报表 以及会计报表当中得出的各种不同的财务报表比率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财务分析 那么长期财务规划呢 是我们利用这个财务报表分析所进行的第一个 与实务比较相关的我们的一个长期财务计划 那么长期财务计划当中我们主要要掌握的方法 就是销售百分比法 以及长期财务计划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外部融资 以及如何划定我们制定我们公司的这个增长目标 这是我们长期财务规划内容 它主要是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应用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财务的第二大工具了 折现与价值 那么这里呢主要利用的是我们这个货币的时间价值 得出了一个折现现金流估价法 它是我们对整个金融资产也好 公司价值项目价值等等进行估值的一个最基础的方法 就是折现现金流估价法 所以在第一大部分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当中 我们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公司财务 还要学习公司财务的两大基础工具 财务报表分析和折现现金流估价法 以及对财务报表分析进行一个简单的应用 也就是长期财务规划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公司财务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了 那么我们在431金融学的考试当中主要研究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是资本预算 我们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 整个都可以归为是资本预算的内容 那么在第五章当中 我们首先学习投资决策方法 那么有了方法之后 我们就要对一个项目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 那么资本预算 它主要要决定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项目未来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现金流 那么就是这个增量现金流 我们主要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们对这个现金流应该以一个怎样的合适的折现率 去进行折现 从而得到这个净现值 那么现金流的问题 我们在第五章当中就可以 第五部分当中就可以解决 那么折现率的问题 我们就放到了第六章和第七章当中来解决了 那么风险与收益 以及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就是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也风险资产的收益率 也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去为项目进行融资的这样一个资本成本 从而也就确定了我们整个项目投资的这样一个折现率 所以从第五第六第七部分 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资本预算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财务的第二大问题 也就是资本结构问题 那么第八和第九部分 我们可以都把它归为这个资本结构问题 那么第八和第九部分 它就是我们公司财务最重要的这个理论部分了 我们公司财务里面涉及到的理论不是很多 那么最主要出现在的就是第八和第九部分 首先是有效资本市场理论 那么接着是MM理论 也就是我们的资本结构理论 那么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呢 它是我们MM理论成立的一个基础条件之一 因此要先介绍有效市场理论 才能进一步的去介绍我们的资本结构理论 那么这是我们公司财务最重要的两大理论考点 那么尽管在前面我们也会学到 比如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套利定价理论 它们也是非常经典的资产定价当中的理论 但是与之相关的呢 更多的还是一些计算啊 方法上面的一个考点 我们主要的理论考点就是集中在第八和第九部分 最后我们把第十部分单独分为一个部分 公司价值评估 那么这一部分呢 可以说是对我们前面所有知识的一个综合运用了 那么第十部分公司价值评估还分成了两个小点 第一个就是要掌握公司价值评估的方法 主要方法 第二个就是要掌握三种方法的应用和比较 那么这里啊 就是大家在看这个大纲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困惑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三种方法是哪三种方法 我们怎么就要进行一个应用和比较了呢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到后面结合我们的参考教材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么这样的话 相信大家对我们的参考大纲 以及我们所使用的参考教材 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一个认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参考大纲 给予我们的这个我们公司财务部分 要考察的主要内容 包括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 以及公司财务研究的两大主要问题 资本预算和资本结构 以及最后一个公司价值评估 那么这里再另外说一下 其实我们公司财务 它是有三大研究问题的 但是这里只涉及了两大考点 第一个是资本预算 第二个是资本结构 还有一个第三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营运资本管理 它是我们公司在进行日常运营当中 经常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并不涉及我们这个考试当中的一个考点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学习两大问题 资本预算和资本结构 那么这个教育部的参考大纲呢 是各个院校 基本上大多数院校都会参考 或者说就依照此来执行和出题的一个大纲 那么有一些院校呢 也会另外出一个自己的大纲 那么其实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参考大纲上面的一些修修简简 那么有一些可能是名称上的一个差异 但是实际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院校的大纲 与这个参考大纲做一个比对 如果有实质上的增减的这个知识点的内容的话 那么大家要对那个额外增减的这个知识点 有一个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们来看啊 以上的这个参考大纲所涉及的内容呢 在我们整个431金融学当中占了60分的一个比重 那么剩下还有90分是我们金融学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公司理财的这个内容有哪些特点呢 大家应该啊看过已经进行了一部分 这个复习的同学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 就是计算多图表共识多 还会出现大量的这个财务指标啊 术语啊计算方法等等 那么这是造成大家啊 复习公司理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 那么大家往往啊会在这个分发复杂的 这个财务指标啊术语啊以及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当中啊 混淆不清 不知道考试的这个题目 他到底考的是哪一个知识点 我到底应该用哪一个公式 其实把这个数字带进去计算啊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那么用计算器可以解决 而且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公司理财的计算 往往没有那么复杂 比这个数学考试计算要简单多了 我们自己进行首算 其实也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们造成我们这个混淆的地方 主要就是对于一些财务指标的模糊 一些术语的模糊 以及那个表格当中啊 许许多多的这个空格 我们到底应该用哪一个计算方法 那么啊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计算 以及数字啊加减乘出混杂在一起啊 就让很多同学打这个退堂股了 认为说哎自己数学基础不好 是不是就学不好这个公司理财呢 其实大家可以啊放下这个包袱 反过来考虑一下 其实这也是我们公司理财 复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入手点 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理财 它的知识点的应用针对性 是非常的强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公司理财知识点 它有很多都是跟这个公式啊 方法之类的挂钩的 它每一个公式和每一个方法 就对应着一类的题目 它这个公式 比如说权益资本成本的公式 它就是用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的 它不可能拿去计算别的东西 那么尽限值的这个法则 它就是这样的一套计算的计算的步骤 那么根据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它是不能拿来去进行别的计算的 这是它的知识点相对比较独立 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个特点 只要我们学会了一个公式 掌握了这个公式 它的应用途径 它的这个出题的形式 以及它整个的解题步骤 那么我们就可以攻克相应的一个难题了 那么我们公司理财的学习呢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知识点的积累 一个一个知识点的攻破 最后就完成了我们整个公司理财的一个扎实的复习 那么这是我们公司理财与金融学 知识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我们知道这个金融学的知识点呢 它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国内的这个利率 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货币的对内的价值 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么国内的货币供给发生了变化之后 整个消费投资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还是国内的情况 那么国内的利率变化往往也会影响到这个汇率的变化 也就影响到了整个国际市场当中 国际贸易也好 等等其他情况的一个变化 我们整个这个宏观经济呢 我们整个金融学研究的这个宏观经济 它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它哪一个链条都不能走错 那么哪一个链条走错了呢 可能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也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偏差 但是我们公司理财的知识点呢 相对来说就要独立一些 针对性就要更强一些 它每一个知识点都对应着一类的题目 那么大家就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扎实的功课 每一个知识点就可以了 大家完全可以放下自己所谓数学不好啊 这种这种包袱我们完全是可以掌握的好我们这个公司理财的学习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进行公司理财复习的时候使用的参考教材 也就是螺丝版公司理财的第十一版 也就是最新版 那么螺丝版公司理财是公司财务国内外最经典的教材了 我认为是没有之一的 那么这句话我相信在同学们之间 考生之间 院校之间也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那么有一些同学在复习这个431金融学的时候 往往在这个金融学的这个教材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争议 比如有些学校可能使用的是黄达的金融学 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教材 有的可能使用的是米石金的货币银行学 或者叫货币金融学 那么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但是对于公司理财而言 使用螺丝的公司理财啊 往往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觉得说啊 自己报考的院校有推荐的其他的公司理财的教材 或者不管是叫公司理财也好 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 或者财务管理 而这几个科目 它其实对应的都是我们相同的内容 都是我们这节课介绍的这个公司理财的内容 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从这个螺丝版的公司理财学起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理论知识的构建才会比较的合理 在学完我们螺丝版的公司理财之后 大家再去看国内的其他教材 我们可以看到 就可以对比出我们这个螺丝版公司理财 它对于学生在进行这个学习 以及备考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个优势了 那么螺丝版公司理财分析体系 具有它的完美性 那么这句话对于螺丝版公司理财的评价也是非常高了 当然这个评价不是我给出的 而是国内在公司财务领域非常权威的一位教授 曾经对螺丝版公司理财提出的一个评价 那么螺丝版的公司理财 它分析体系的完美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这里就以这个参考大纲第十点 这个公司价值评估为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第十点公司价值评估当中 提到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那么知识大纲可能会对一些 不太熟悉我们公司理财的一些同学 可能造成的一些困惑 就是这三种方法是指哪三种方法呢 不仅对于考生而言 其实单单说三种方法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 对吧 比如说在实务界 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市场的状况 我们可能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 来对公司价值进行一个判断 但是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进行公司理财的学习而言 或者说对于大家备考431金融学综合而言 这三种方法呢 指的就是我们螺丝版公司理财 第18章当中介绍的三种方法 调整净限值法 全益现金流量法 以及我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这三种方法 那么尽管这三种方法呢 他们对公司价值评估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横向看的 也就是说在与净限值方法进行对比之后 去根据他所产生的一些连带副效应进行一个调整 这就是我们的调整净限值法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横向视角 那么也有从纵向视角看的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股东权益来调整他的这个权益现金流 来再跟他的这个权益资本成本去进行一个折现 或者我们从整个公司的视角 去用这个公司整个的这个现金流 经营性现金流量 与他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去进行一个折现 那么尽管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的视角不同 不管是横向出发也好 纵向出发也好 不管是从股东权益出发也好 还是从公司整体出发也好 我们最后得出的对于整个公司价值评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螺丝版公司理财分析体系完美性的一个体现 那么讲到这里 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一版的参考大纲 就是依据螺丝版的公司理财来编写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螺丝版的公司理财 可以说是最符合我们这一版参考大纲的参考教材了 那么螺丝版公司理财的第十一版 也就是最新版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差异呢 那么它还是有一些更新的内容了 然后这些更新的内容呢 在我们这个第十一版 它的封面上面也已经有了一个体现 我在这里把它腾到了我们这个PVT上面 大家看一下我们最新版它更新的内容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么更新的内容呢 并没有对螺丝版公司理财 它整个这个理论构建的逻辑框架产生一个影响 只是对一些重点的内容 重点的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一个讲解跟阐述 因此如果有些同学手上已经有了一些老版的教材了 你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拿着老版教材来进行学习 也还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大家要购置新的教材 当然就是推荐大家购买最新版的教材来跟上最新的内容的一个学习 那么在螺丝版公司理财更新的这个内容当中 我要强调的一个地方就是第十四章 更新了有关行为金融学的一个内容 那么行为金融学呢 也是我们现在经济金融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前沿的内容了 那么在第十四章当中 螺丝版的公司理财更新增加了这个行为金融学的内容 并且对我们这个公司理财的基础理论之一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进行了一个挑战 所以也是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理论发展前沿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 因此这一部分我在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我们参考教材螺丝版的公司理财 来安排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首先我们根据参考大纲 涉及到的我们公司理财的内容 包括螺丝版公司理财的第一章到第十九章 后面的章节呢 是不涉及我们这个考点内容的 我们在介绍参考大纲的时候 也说到我们公司财务有三大问题 第三大问题 营运资本管理呢不涉及我们的考点 因此公司理财当中与营运资本管理有关的内容 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第一章到第十九章 我们会按照这个章节的顺序 一章一章的详细的向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每一章涉及到的一个知识点 毕竟我们这个是基础课程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当中 也有一些与我们前面章节联系比较紧密的内容 我们也是要拿过来介绍一下的 比如第二十章资本筹集 它与我们第十五章这个长期筹资的这样一个简介 联系非常紧密 也是向我们介绍我们长期资本的筹集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不同资本的类型 以及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些规范和操作 因此第二十章我们会结合第十五章 一起来向大家进行介绍 同样第三十章财务困境 与我们第十七章资本结构财务债务运用的限制 这一章当中相关的一些内容 特别是与财务困境相关的一些概念和定义的介绍 非常重要 我们也要把它拿过来向大家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 这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了 第二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 它们总共属于一个整篇 一个整个专题 期权期货与公司理财 那么期权期货呢 有过相关了解的或者是相关专业的同学应该比较知道 期权期货它整个是我们公司金融乃至资产定价 或者整个我们这个金融学当中比较难的一部分内容了 特别是有关期权期货它的一个定价的问题 是我们整个资产定价非常前沿的一个研究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不涉及到与定价相关的那么难的一个内容 它也不是我们考试的 不是我们考试的一个考点 我们在这里主要要学习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要利用这些金融衍生品来分散风险 这与我们风险与收益 那一部分的内容联系比较紧密 我们要学会如何利用期权期货来分散市场风险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从期权的角度来认识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投资者对于公司的这个投资看作是买了一个看涨期权 那么如何从期权的角度来认识公司 这是我们学习公司理财的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也要重点介绍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整个22章到25章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两大问题 因此22章到25章 我们也会浓缩在一个课时当中 去向大家介绍期权期货与公司理财的相关问题 那么剩下的内容不涉及我们的考点 我们也就略过不讲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通过思维导图来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公司理财涉及到的知识点概览 那么由于这个一张PPT实在是放不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思维导图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也是分成了五个部分来进行这个知识点的一个介绍 首先也是我们的公司理财基础知识 它涉及到了我们公司理财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一个内容 那么与我们参考大纲当中前四部分的内容是完全对应的 包括公司理财导论 也就是认识公司理财的对象目标研究问题等等 第二个会计报表与现金流量 主要介绍三大会计报表 第三个财务报表分析与长期计划 首先介绍财务比率分析 其次通过财务比率和财务报表 我们来进行一个最简单的长期财务计划的一个构建 那么第四章就是我们公司财务的第二大工具了 折现现金流估价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把第八章和第九章提前到了这里 放在了第四章之后 那么是债券估值和股票估值 尽管这两章的章节相对来说比较靠后 但是第八章和第九章债券估值和股票估值 是我们第四章折现现金流估价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应用 因此放在这里呢 我们在学习上面会更加的一个流畅 接下来是资本预算的内容 我们在参考大纲当中 把这个资本预算包含了这个收益与风险的内容 也放在了资本预算当中 也就是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套利定价理论等等相关的内容 都放在了这个资本预算当中 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资本预算这一部分的 要学习的内容非常非常多了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将这个资本预算与风险与收益 两大部分进行了一个拆解 那么资本预算呢 主要包含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一个内容 最后我们将这个第22到第25章 这个补充的内容呢 也放在了这里 它其实是作为我们第七章的一个拓展 那么第五章呢 我们首先学习投资评价方法 那么这里面涉及的方法都就比较多了 我们最主要使用的是 进现执法 那么有了投资评价方法之后 我们如何对一个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呢 我们首先要计算它的经营性现金流量 这是我们在资本预算当中 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 那么我们要考虑哪些现金流量 要算进我们这个经营性现金流量当中 哪些又不算入我们这个经营性现金流量当中 那么我们计算方法有哪些呢 主要有三种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税顿法等等 那么解决了这个现金流的问题之后 我们还要考虑一些风险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估计现金流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考虑这个风险的 我们估计这个未来的现金流 它就是确定的 但是未来实际会发生什么样子呢 我们又不能百分之百的去肯定 还是会有许多风险因素去影响它的 所以我们估计的这个确定的现金流所做出的决策 就会对我们未来实际的这个盈利还是亏损造成一定的偏差 那么相应的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风险分析 那么进行风险分析之后呢 我们相应的也就要运用一些手段来规避它的这个风险 那么也就是第七章和第二十二到二十五章的一个作用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资本预算的部分 实际上还只是解决了这个现金流量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折现率的问题 那么折现率的问题就放到了我们收益与风险部分来进行学习 那么收益与风险部分也包含了四章的内容 第十章比较简单 它就是从一些历史数据当中去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这个收益和风险进行统计 接下来就是第十一章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学习 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匹配的相抗衡的 我们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套利定价模型 那么这两个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重点 也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难点 那么学习了有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市场当中一项证券的一个收益率 那么这个证券的收益率相对应的 也就是我们募集资金的一个资本成本 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折线率 那么第十三章我们主要学习的就是风险资本成本和估值之间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部分 资本结构部分 那么资本结构是我们公司财务研究的第二大问题了 我们这里总共涉及了六章的内容 那么大部分都是理论类的考点 因此对大家学习的难度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那么首先我们学习第十四章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行为挑战 那么这是我们进行整个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有效资本市场的基础之上 我们首先学习资本市场为公司长期融资提供了哪些工具 以及对长期融资有哪些规范方面的要求 那么这也是认识我们长期融资 以及认识资本市场的一个基础性的章节的学习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 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重点学习了 那么根据我们面临的这个假设条件 或者说现实因素的一个限制 我们梳理了整个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最后我们学习第十九章 鼓励政策和其他支付政策 那么为什么也放在资本结构这里呢 那鼓励政策就是将公司现有的这个盈余收益 去以鼓励的形式支付给投资者 那么这其实也是对整个股东权益 以及公司资本结构产生影响的一系列的支出政策 所以也放在资本结构的部分一起来介绍 那么最后还有一章的内容 就是我们第五部分杠杆企业估值与资本预算的内容 那么这里我们重点要学习的就是三种公司价值评估的方法 调整净限制法 权益现金流量法 以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 并且通过对整个杠杆企业估值内容的学习 对我们前面所有的这个公司理财知识点的学习 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理财内容的一个知识点概览了 那么总结下来我们公司理财知识点有四大重难点的分布 那么可以说分布在我们整个前面的这个四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投资的净限制法则 那么学完这个公司理财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面临的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应用 就是投资者的净限制法则 它贯穿了我们后面对项目估值也好 对公司估值也好的一个基础的法则 就是我们的投资净限制法则 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它是我们在这个公司理财当中遇到的第一个重点的理论 那么它也是我们整个 不管是在我们现在学习的公司理财也好 还是在整个资产定价的学习当中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模型 那么接下来就是资本结构理论了 它比前面的两个知识点呢 更注重理论逻辑的一个理解 以及对现实情况的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对大家这个理论学习的要求就提的更高了 最后一个就是杠杆企业的估值方法 那么这是对大家对整个公司理财知识点综合运用的一个要求 在知道了我们这个公司理财学习哪些内容 要考哪些内容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用怎样的学习方法 才可以攻克我们整个公司理财的复习也好 整个431金融学的复习也好 那么首先根据我们这个基础课程的一个设置 向大家推荐一种学习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顺序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肯定是按章节一章一章 向大家详细讲解每一章的一个知识点的 但是我们这个章节的顺序呢 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由一到难的顺序 前面比较简单后面比较难 它可能比较难的知识点和比较简单 相对简单的知识点是穿插着进行的 那么如果有一些同学比较适应一种 由一到难循序渐进的一种学习方式的话 那么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 在学习完第一章到第四章公司理财的基础知识之后 可以先去学习第八章和第九章 我们在前面讲到说 第八章和第九章债券估值和股票估值 是第四章折现现金流估价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应用 这样学起来会比较顺手 那么在学完第八章和第九章之后 我们可以学习这个第十五章和第二十章的一个内容 是对我们长期融资工具以及资本市场 以及相应的一些规范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讲解 那么这一部分的难度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么在学习完第十五到第二十章之后 大家就可以从第五章开始按照这个章节的顺序 继续往后学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二十二到二十五章 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到难续续渐进的一个顺序 并且也不会影响到大家对于知识点的这样一个接收 不会说我先学了后面的章节 是不是有一些知识点我还没有学到呢 并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如果对于一些同学而言比较喜欢那种 我先由一到难功课了第一个大难点之后 我可以学一到两章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的知识点 然后再去功课第二个难点 这样的一个有功课有放松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同学的话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教材原本这样一个顺序去学习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章节的知识点的讲解 是按照讲解加习题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向大家进行讲解的 但是这个习题呢 更多的只是辅助一下大家对于当时知识点的一个理解 并不能达到完全满足大家这个熟练习题和进行练习的这样一个强度 因此这个习题的练习还是需要大家放到课后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习题的训练 另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授课难度呢 是从你不管是有基础的同学也好 相关的这个金融学专业的同学也好 还是其他没有这个相关的专业基础 完全零基础或者跨专业的同学来学习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收课难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这个课程难度就会比较简单 只是为了那些没有基础的同学可以听懂 那么我们就会讲的比较简单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会从一个基础的角度出发 去不断的循序渐进 不断的深入这个知识点 让大家对这个知识点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度的这样一个认识 那么这是课程顺序 接下来就要对大家提出一定的学习要求了 首先就是课前的充分预习 那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们这个课程是录播课程 那么我买下课程之后就可以重复的听 反复的听 那么我一遍听不懂就可以再去听第二遍 直到我听懂了为止 那么这样的话 很多同学就忽略了这个课前充分预习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只有你在课前进行了充分预习之后 你才知道自己哪里是比较简单的 我自学就能学会 哪里是比较难的 我上课要重点听 那么我在听课的时候才会发现 我哪里老师讲的与我自己一开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这里我也需要留心的来重点听 那么这样才可以做到一个会听课 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听课效率 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进行这个课前预习 就直接去听课的话 那么可能你一遍一遍反复的听课 你只是加强了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知识点的认识 你忽略了的那些知识点可能永远就被你忽略了 那么在听课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大家形成这个随堂笔记 那么可能随堂笔记它会比较琐碎 那么记下来的有时候可能是老师可能随口点到的某一个知识点 那么在课后还需要大家对这个随堂笔记进行一个消化和整理 来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复习笔记 才能真正的内化成为大家掌握在心里的这样一个知识点 最后一个就是课后练习 那么课后练习要强调的两点 一个就是公式推导 我们公司理财的一个特点就是有非常大量的公式和计算方法 那么这些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不是说大家看过了教材上的推导 或者说老师在课堂上推导过了 那么大家就好像自己记住了 大家一定要在课后自己亲自对于相应的这个公式去进行推导 那么只有自己推导过的这个公式才能在自己心目当中留下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才算是你学会了学到了一个知识点 另外一个就是要进行归纳总结 那么归纳总结是我们进行学习和整理我们脑子当中知识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么我们公司理财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公式 许许多多相看似相似却不同的这些概念 不管是可能会考到的概念辨析也好 还是大家自己平常可能会存在的困惑也好 都可以利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来进行整理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考研式学习方法和努力程度的一个较量 不用担心自己的出身 不用担心自己的专业基础 只要你掌握了良好的学习方法 并且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你就会获得成功的 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考研当中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们的导学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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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